我會不得人 下台不得人過來啊 旅客怒氣沖沖 對著華航櫃台人員大聲飆罵 原定25號下午從大阪返台 但受到凱米颱風影響 煙霧到26號凌晨2點44分才抵達 更累人的是下機之後 居然哭等三小時 還等不到行李 我不是想辦法 疑問之下超傻眼 逃機的地勤當時已經全下班了 眼見事態越來越嚴重 華航地勤居然直接下跪 旅客不滿 華航沒有任何公告和說明 也沒開行李延遲證明 對此華航致歉 並請大眾諒解台風天值班人員 陶行公司也發表道歉聲明 已經安排人員加班 但人力派遣還是有限 後續將檢討改進 鏡頭轉到金門機場 急報滿滿旅客 民眾扛著大包小包 直接席地而坐過夜 軍方也支援14架次軍機 協助980人入運 治療到五天耶 整個機場很多人 我已經等到感覺都缺癢 另外在 澎湖機場27號一遭夜爆滿 為了搶到後補機位 上百人直接用後直板鋪地睡覺 軍方規劃支援10架次軍機 隨著天候狀況調整實際數量 受困民眾再累也要通宵排隊 爭取早日回家的機會 記者潘千仁 劉居寨 嚴育龍 李軍龍 曹文寧 綜合報導